闲言少叙说咱们这部武蜀闹东京 昨天咱们说到大爷卢芳出事 和同龄出事的意思不一样 所谓卢芳出事啊 是卢芳真正进入到了武蜀闹东京的这个重要环节当中 花神庙去赶会 卢芳发现一件不平事 有人在会上强强民女 花花太岁姓炎叫炎琪 强强民女卢芳作为义士 他能不管这个事吗 过去这么一管不知紧要 这炎琪啊书中代言也会点什么 三角毛四本斗的简单的武术 跟他打在一起站在一通 但是他哪是大爷卢芳的对手 正在这私闻 他手下有这么一位 这位辞呈很了不起的人物 拿着个大铁棍照着这个卢芳脑袋上就过来 人人姓史叫史丹 念白的就是史丹 昨天这个节目很高尚 叫史丹 照着脑袋劈过来的 卢芳听见铁棍子哪有声音的 刀还有声音的 棍子能没声音吗 这么一闪身形 正好就劈在他这个主人炎琪的脑袋上 打了一个万朵 桃花开脑浆凤裂死于非命 完了 说句文词 梗了 躺在地流平 死了那还不死 脑袋都没了 还有活着的 所以说各位 这人哪是最脆弱的动物 你说你怎么说人是动物 人可不就是动物 高级动物 因为我学过一门专业课 叫普通动物学 戒门纲目 科书种 每天都得背这些个东西 人属于灵长类 也算高级动物之一 人为什么说他最惨 最可怜的 人只要是脑袋一掉了 一动都不动 那个说都这样 不是 咱都宰不鸡 是不是 鸡脑袋堆下来 你扔那 他还能扑腾 当然你让他下蛋就下不了了 他能扑腾一会儿 那鱼 摆完了 肚肠子都掏出来 你也都刮干净了 割油锅里还蹦呢 所以说 健康的鱼 割了鱼服铃的 那你不说 健康的鱼 你割油锅里 肚肠子都掏干净了 他还能蹦 生命力很顽强 过去我上饭馆 吃那个鱼去 我就纳闷 鱼都上了餐桌了 有的那个有汤醋活鱼 有这道菜 山东菜 它是怎么 活鱼是上桌以后还是活的 只有一丝的生命迹象而已 就是说什么呢 嘴啊 也许能微微的还有点动 眼睛呢 也许还能转一转 就仅此而已了 这就很不简单了 要求那厨师手里得快 要不然你鱼也死于非命了 往菜桌端嘴还冻回来 就完了 上风我们上山东西南野出去 来饭馆里边 吃饭啊 点个这么一个山东菜 汤醋活鱼 上来之后 鱼还蹦着 啪 就拿着蹦着跌到外头来的 赶紧就给割回去了 收回就蹦出来了 哇 这鱼生育力太顽强了 哇 大师的手艺真不错 熟了啊 各位 这鱼绝对熟了 这怎么回事 里边有泥鳅 啊 里边有泥鳅 对 一检查他们才知道 肚子里也有四条泥鳅 哈哈哈哈 你看 可能就是他也吃过 我没有 哦 他没吃过 在肚子里边 你吃完这不有意思吗 哈哈 就没有泥鳅啊 这个鱼啊 它也能活 给肚长的都掏着它 我们那阵上学的时候 实习啊 最后毕业 毕业论文 要论黄丧鱼的增养值 哈哈哈 鼠鱼卵 对 黄丧鱼就是现在俗称的嘎鱼 我不知道北京怎么叫 每个超市里边饭馆里都有 啊 这个胸膝上有两个 两根册都读的 每天都载鱼杀鱼 杀完这些鱼 把鱼籽取出来 剩下的纵光食堂 啊 这种鱼 很不错 很值钱的这么一种鱼 肉质极其细嫩 味道 哈哈 这是我们系主任 小秀婷男士 非常喜欢说的一种 我学的是水产养殖端 咱就是说这个情况啊 举这个例子 你说一个鸡一个鱼 把它杀掉之后还能动 这人死了之后是一动不动 人很可怜 让实战一棍子给棱子扔在地上 可是当地有官片啊 就把卢方啊 认为这个杀人凶犯 为什么他们人多事都 他说就是他干的 卢方只有一张嘴 莫口难辨 没办法 当时有人看见了 开封府里边有人呢 简单前说把卢方带回 开封府所谓了解情况 了解了解他的五弟白玉堂 到底在哪 展凶非认识这个卢方 别人不认识 你了解卢方你没有罪 关于这个事 你没有罪 别看他们 这么说你 那叫陷害 常言说的好 贼咬一口 是路骨三分 各位这可了不起 咱们人人身边都有朋友 朋友有好人也有坏人 有君子也有小人 人说我不是朋友 是同事 那是被动的 没办法 都在一个单位里边 都是同事 都在一所学校里边 那叫同学 这个你不能选择 有了同学变成朋友了 有了同事就变成仇人了 但是有这么一句老话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宁愿得罪一百个君子 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小人要是 他要是冤枉你 往你身上栽赃陷害 你可不好翻身 贼咬一口 路骨三分的 同说这 简单的一个误会 都能造成很大的后果 举个例子 有一位山东派书演员 大家知道山东派书 分几大流派 一个高原军 高派 其实高原军是唱 河南锥子 他哥哥叫高原德 给他拉坠火 哥哥死了 顾不起仙 赶快输了 高原军高派 成立一派 六万多徒弟 那可不吗 他在这个部队 成立N期 这个快输 培训班 每期得有 没有一千人也差不多 那可不得好几万徒弟 都跟高原军高老学 还有一派叫杨派 杨立德 杨立德的父亲 姓杨 叫杨凤山 也是快输的一员大将 唱得很好 那阵没有缘的料地演出 料地画锅 拿那个白纱粉 或者汉白玉的石头 粘成末 或者就拿那个石头块 画一个圆圈 在圈里边唱快输 说像 这个圈叫锅 就是吃饭炒菜那锅 有这么句话 叫小孩小孩别过圈 过了圈里烂脚尖 就是说这是我挣钱吃饭的家伙 你不能上我这锅里边来 您在圈外 听 听完了往圈里边挣钱 这是过去料地的秀势 杨洪山站着唱快出 马上快唱完了 所有的 马上该打钱要钱了 所有观众胡拉全走 这怎么回事 您要是看过我们 七月份排那个相声剧 您的诗歌 中国相声石 例如也有这个情景 怎么回事出洪差的 有杀人的 有杀人的那边 哗哗哗一敲锣 那还不赶紧去 过去杀人没有车接车送 现在都坐在带狼的车 您说您那么熟 你坐过 我还是坐过各位 先坐过 我上这个监狱里边 被问去 坐着这楼车去 那边跟着天津电视台 鱼动百姓 鱼龙百戏 我们都熟那阵 好开玩笑 我说这节目好 鱼动百姓 人家叫鱼龙百戏 鱼唱三前自在谈 龙行四溢满台欢 百年有个什么玩意儿 逗您乐 戏中有戏 笑开眼 这么四绿 鱼龙百戏 这是老品牌节目 取一节目 办得不错 跟着他们去监狱慰问 坐了一回大铁龙的车 感受了一下 要人生他不圆满 那事没有这 都得路上走 五花大宝 看过我们那相声剧都知道 路上也还唱呢 最后一回来 最后的疯狂 不唱没机会了 想什么唱什么 荒腔走板 而且那个时候 压着个死刑坏人 有规矩 他路过什么买门 他想要什么 你得给的什么 这是对即将死的人 一个尊重 好于在北京说过 路过全聚得了 我要吃烤鸭 马上你得骗出来 卷好了地的嘴边 吃多少 谁还有心情吃 路过那连生 我来双段鞋 不行 给他拿一双 不合适再给换 这是必须的 都得抓鸭 这杨满人唱快书 赶上出公差的 观众全走了 观众走 他就别唱了 他也走了 过去看热当 刚清完 他们的观众都认识他 有杨先生来 往里 往里 离看 出公差子 挨砍这个人呢 回头一看杨凤山 认识他 你说杨先生 你还是唱快书呢 可了的 就这一句话 杨凤山本来胆就小 过头就跑 他是死刑犯 他跟你认识 这把你咬出来 你活得了 谁咬一口 入骨三分呢 过头就跑 家呀 离这地方也不远 就往家跑 说话有多远呢 就从咱们这个剧场 到张宇园 这么远 大家可能都去过张宇园 没多远 很近 一直跑到家中 跑往床上一趴 死了 废渣 死了 死的时候年仅35岁 那么一代快书的宗师 这就是贼咬一口 入骨三分 他马上要被砍的人 他认识你 其实怎么认识的 就是听过他的快书 是个观众 你这玩意 你这不要命吗 你说说 所以我奉劝大家 一定要向善 到时候 到时候可别怨 我不认识大家 这是玩笑 卢方卢的也也是 那让没办法 让人冤枉了 冤枉也得带回来 带回来审这个事 审完之后 说清楚了 包的人很信任卢方 让卢方出去 去找白玉堂 找着有功 找不着没罪 这带着哪找钱 浑身刑具全都挑了 管吃管住 开封府就是你的家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要是把白玉堂 带回来 那是其功一见 这不好事 他走了 出门之后碰上一个人 子人不是旁人 白玉堂手底下的跟班 姓白名叫白福 不是跟着小青那白福 跟着白玉堂的白福 白福肯定知道白玉堂在哪 在庞太师的后书楼 叫文昌阁 也有书叫文光阁 一样都是一个地方 到哪里 到那去了跟白玉堂一见面 三言两语话不投机 白玉堂不会打歌楼方 他以为啊 开封府把他给收买了 你是来抓我的 你是来逮我的 其实文方啊 是好心好意 他还劝这个老五 赶紧归降了就完了 你别惹祸 惹的祸太大 闹开封祭简 刘刀石经照火 提石杀命 夜调 何尝洗寿 两瘦 每一条都够死罪 他是为了好事 包装不能 没因为这事埋怨他 让他赶紧回去 就算完了 白玉堂误会 把大哥急着走 大哥走投无路 万三无奈要上吊自上 没等吊上呢 四爷蒋平把他给救下 救下来之后 把前因后果这个情况 跟大哥可就说了 他们怎么去结的生辰杠 结完之后 怎么又把这个钱拿过来了 然后怎么又到开封府 去找银去了 他们是去开封府 救大爷卢方劫牢返玉 他不知道卢方已经被放了 花神庙看着开封府 把大哥抓走了 回来之后到这儿 正好碰见卢方上吊 把他给救下来了 救回来之后 大爷就跟蒋平说 哎呀 四弟 说你们来到这儿 看见你了 你放心啊 我不死了 你们来到这儿 白玉堂跟我急了 他认为我呀 是开封府派去 得抓住 不是这么回事 大哥 您这事办得也有问题 您说您这么说去 哥谁谁都得怀疑 为什么呢 您让开封府抓走了 痛苦快把您放出来了 这事跟谁说 谁能信 而我是不信 为什么呢 我们哥几个劫老反育 去找您去 现在我们跟您说 我三哥徐庆 已经中了他们的标 让他们给抓住了 抓住您又抓住他 我们再不跑 全军覆没 咱哥几个全来 二汉璋走了 二哥走了 我估计啊 跟着白老五 回了那个文昌阁 我们都知道他在哪 我呀跟他没走一条路 在这碰上您了 现在啊 我跟您这么说 老三让他抓走了 二哥 打了他们开封府的人一标 不知道是谁 二哥使的可是毒药标 他那个标子不见 无五不见子 子五相见 是必死无疑 全中国没有解药 就他自己配的 一把钥匙开一把索 没有解药 钥匙不救的话 他也得死 您是看怎么办 大哥一听急了 您几个人竟给我找事 别犹豫了 甭废话了 五爷不跟我去 四弟 你跟我回开封府 把这事说清楚了 咱看看人伤得怎么样 四爷讲声是好 跟着大爷卢方 回到了开封府扶养 开封府都乱了套了 徐庆那儿的腿上中了一标 一腾拿手一鼓 全问进去了 那可好吗 现在把标拔出来 在那儿养着呢 不让你走了 五爷来了三爷 大爷卢方到了 二爷韩章 跟老五在一块 三爷徐庆受伤 被兵无奈给抓住 四爷蒋平 跟着大爷回来 底下人报 报 大爷卢方回来了 斩雄飞啊 还有王马张照 这些人 一听卢方回来了 赶紧请进来 把包的人也请进来 把卢方请回来 一看卢方啊 广阔三亭 身高八丈 身高八尺 还站在楼上两个人 身高八尺 广阔三亭 英雄气概 一看 后跟着那位 瘦小孤单 说现在的话 不足一米一 哎呀 脸色辣黄 胡的也黄的 大呀胡 七根朝上八根 朝下七八 第一是五根胡的 对一根 掉一根 掉一根 长一根 人交朋友 也不长长脸 怎么带回这么一个母親的人来 世界上 还有长成这样的人 这就是以貌其人 各位 其实这个要不得 关键的 咱们招工人也是一样 交朋友搞对象 也是一样 关键看人品 不要看外在 外在很好 那叫花瓶 没有用 内在 心灵美 更重要 为什么呢 我得说这事 我师父就吃不着亏 金文生先生 长得就不太好看 这不是我说 他自己也这么承认 1963年 安徽五湖 曲与团成立 给我师父 发来电报 约他去 长山洞败书 他是败书演员 文化局局长亲自到火车站去接 接回来之后 转天有业务演出 不让上场 我师父那味儿怎么把我接来不让上 不让演出 怎么回事 就我刚来让我歇一天 转天业务演出 弥判紧张 不让上场 连续四天不让上场 他也不会 我应的演员这局来 我要应的行政来的 可也不派我场 我行政我也不会上场 我应的演员来的 你不让我上场 这怎么回事 每天管吃管住 也给钱 不让上 那时候有个相演员姓刘 叫刘聘尘 给刘灰真聊 刘聘尘 观察刘八爷 跟我师父相好 说八爷您给我问问 这不来四五天的 不让上场 每天都有演出 没有我 怎么回事 不得完了 说那个金人生啊 这么办 我请你吃饭喝酒 我跟你说个事 您别生气 为什么不让你上场啊 怕你长得呀 这模样把观众吓死了 你一上场 他被团黄了 你知道吗 这团刚成立的 你一上场解散了 你这事就不能够 所以不能让你上场 但是你放心 照样给工资 那我师父他能干吗 你演员呢 对不对 你演员 观众看演出是 看他的节目 看他的艺术 又不是香菇也来了 这不过是好坏 这女的票价 没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不让上场 我师父说 那行 不让上场 你让我走吧 我不能跟你这耗一辈子 我走 走行 太欢迎了 你看一说团长 太欢迎 太愿意让你走了 给仨月工资 来不早一礼拜啊 给仨月工资 走 我师父说 行 走是行 我临走之前 我得演一场 我是演员 就这么拿钱 对不对 我又不是白拿你钱 我得演一场 好 平常夜我常演出 晚上十点半散场 让我师父十二点唱 半夜十二点唱 没有观众 没有观众 都是那个领导啊 干部啊 同行啊 举盘的演员呢 坐下来听 也不爱听 赶紧让他过过一天 走就完了 唱了一段 武松赶会 唱完之后 这团长握住我师父手筋上 你可不能走啊 不能走啊 玩去 也多少钱我也不干 回来 就是说以貌取人呢 看他母样长得不好看 马三爷 这么大马三里 到了上海舞台 观众就不看 不认 现在长得难看 其实说下 不占一帅 都占一怪 长得难看 无所谓 蒋平也是 蒋平有能的 管他长什么模样干 打包老相爷这儿 打这个展雄飞这儿 就看着蒋平的心里头 就不大满意 多少有点提防之心 还竹乱转 你总能不能好人 甭理他了 我要跟卢方聊 都得演 下面 老五 怎么样 有信没有 没信 因为老五 我差点上调 这是老四 半江熟蒋平 蒋平 我一上调 他带我抱起来 要不然咱就阴阳两界 见不着面 啊 四一世来了 四一世请坐 这叫外交辞令 书面语言 心里不定多恨他 甭理他了 赶紧问这份啊 相爷 我听说 我们三弟徐庆 被您这儿抓着了 伤势如虎 没事 他呢 不叫什么伤 本来就披草肉厚 大个标打进去 拽出来一点事没有 上完药 安心休养 听说 我的二弟 韩章 伤了开封府的人 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没有 有啊 赵胡已经受伤了 而且现在已经人事不显 我估计 他打的是毒药标 没错 他打的就是毒药标 二弟这种毒药标的解药 只有他自己有 别人的解药不管用 哎呀 那卢方 你能不能去找他要这个解药 要人照虎是必死无疑啊 现在已经土白末了 改大闸蟹了 你要不把这个解药弄来 我看他是有劲的没名啊 哎呀 想言您说的是 他这种毒药标 子不见五不见子 最多是六个时辰 你说现在要花十二个小时 比如说晚上九点打的 转天早上九点 完了 事不宜迟 赶紧去要解药 好吧 卢方知道啊 他肯定可是跟老五在一块 在太师那门昌阁呢 马上要动身 动身行 刚要出去要解药 让蒋平给拽住 大哥 不能去啊 不能去 您总的老包能够恨他吗 本来看他就讨厌 这要解药 你不让去 怎么不能去呢 你看 咱得把这事说明白了 为什么不让您去 您去 您是个十个人 大哥 我知道 到那你怎么说呀 开封府的人中标了 是你打的 要解药 就开封府的人 开封府跟咱五弟 是什么关系 一天二地 仇三江四海恨 他跟锦毛楚 白玉堂 有这个过节 他是仇人呢 咱知道 斩行飞不是坏人 就因为外号的误会 老虎不知道 老虎要吃的这个 他也没有这个闹开封的事 你这么要要钱 他跟老虎在一块 韩章 学习眼 老虎学习眼 他俩在一块 你去这么要 跟朋友要要救 仇人 他能给你吗 无方不听此言 反得罢了 闻听此言 点点头 人说的对呀 你说我这么要 他不给 前后一磨 他明早上起来了 他死了 要了也没用 那四弟依着你说呢 依着我说 大哥 您不能去 我去 我有办法要 哎呀 四弟 你有什么办法 大哥 扶我上来 他的耳在那 是不得不得别 不得不得 衣服上的卡子扣子 卡着我的裤子 不得捂着我的卡子 还得捂着我的扣子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那时候说的是这个 我这内容啊 就代表了 耳语了一番 哎呀 卢方听完了这句话 心里不也是机灵一下 老四啊 你特意的狠毒疗 这是一个阴损的招数 好吧 事不宜迟 只有这么办 准备好了一切的工作 让老四出发 去要这个解药 老四呢 腿脚多利索啊 直接就扑奔了 门长口 到那之后啊 一看这个二爷韩章 跟白玉堂正说这段事 正跟这个白五爷这聊呢 哎呀 我这一飙出去啊 打了他们的人了 嗯 我估计啊 这个开封府里面 也得是一场大乱 正聊这事 蒋平大外婆进来 蒋平来了 他跟老五不合 不说话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没办 平常跟五不见面 问着二爷来 二哥 二哥 来 听话 四弟 你怎么才回来 我才回来 你知道你惹了多的祸吗 啊 我惹什么祸 惹什么祸 咱们一块去开封府 这事你还记着 我脑子太差了 刚才的事我就忘了 你打了一标对吗 对 这一标打了谁了 打了开封府人 我不认识是这个 打开封府人了 你打错人了 你打了老三徐庆身上 你知道吗 不可能 我这标百发百动 我能打错人吗 徐庆是自己人 我能认错吗 徐庆打房子掉下来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你打的人 跟徐庆 在一条线上 你打标的时候 徐庆正从事不下来 你正好打在徐庆的身上 徐庆这叫吃二茶苦 受二茶醉 然后人家打了一标 从房子掉下来了 空中又挨你一标 马上要死了 你知道吗 赶紧把解药拿来吧 徐庆都改大闸蟹了 头土白墨 马上要完 二爷韩长的啥 心里头没有主心骨 缺心眼的迷人 一问这个 真给他问含糊了 其实他那标 百发百中 打不错 你说这个老四 一点校图没有啊 学得完全真实 硬甭科罗素跟他说话 哥谁也得犹豫犹豫 老二爷做完事吗 南木城真打错了 我这么一打标 还真有一黑影 还想起来了 这叫心理暗示 哪有这么开始 心理暗示 心理医生 赛考勒赛斯特 发你一个图 你看看 看一分钟记起来 问你这图上有几个窗户啊 大概有四个吧 一个都没有啊 这叫心理暗示 人家问有几个窗户 肯定有窗户啊 说出来显示我记忆力不好 编了一四个 一个都没有 这叫心理暗示 一说这个 赛赛赛 好像有个人有个影 我是不是真打上到三眼 哎呀 这可不行 我这个药 咱有把握 咱这个毒药绝对能死 伸手就要掏解药 老五在旁边听着 乐北不搭事 听着老五那是多聪明 看着都 刚要掏笑 快点啊 老三那要死了 知道吧 咱赶紧把这药拿过去 还能救他一条性命 要不然明年的今天 就是他的周年 咱也给他烧纸去 那纸里多少钱呢 哈哈哈哈 你个 别让你 我给你拿还不行吗 气得打得开封府的 在这儿掏掉 在于唐给拦住 哎 二哥 干 搁起 搁起搁起 你先别让你自己做 老四 他管你四哥不叫四哥叫老四 老四 受鬼 我问你 二哥这标打了谁 打了徐庆了 打谁了 打徐庆了 啊 哦 好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哈哈哈哈 白老五脑聪明 还是让全心眼啊 我怎么不信 怎么不信 我问 这标是打了开封府的人了 你这么半天才回来 甭 你让开封府给收买了 对不对 收买了之后 打了他们人 你用这个计策来上这儿要解药 准是大哥想来 你不让来 他到这儿一说实话 这药要不走 你来给我编这个瞎话 编成这个瞎话 打了徐庆了 你当老二缺心眼 我也缺心眼 啊 别跟我来这套 都是老中医 甭市的边方 你不信哈 我是不信 真打上徐庆了 真打上徐庆了 再不救我就死了 好吧 真打了徐庆不是吗 啊 二哥 你跟他一块去 你跟着他去 看见人 你再给他药 要真打了三哥徐庆了 你把这药给他用上 把他救活了 要是打了开封府的人了 二哥 这事可不能管啊 煮不好了 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这真不得去一趟啊 这真办你打了徐庆了 这玩意我是那个杀人的凶犯的 我哪受得了啊 好 你跟他去一趟 我再煮不好你啊 一定得看见人再给药 你放心吧老虎 我走了 跟着他出来了 这四爷讲评讲的长 带着韩章一出来 他心里就放心了 没有老虎 我治你还不容易吗 有老虎 我说不清楚 只要离开他 带上你 那就算好办了 出来之后 他没有走捷径 回开封部 就是没走这最近的道 带上绕 那就说绕不对 韩章也去过开封 去过不行 去过一次 还是跟着这些人一块去 书中按表 韩章路痴 不认道 那可不人家怎么带 他就怎么走呗 蒋平又瘦又小 身上轻跑得快 韩章胖大魁瓊 跟不上 本来就这路就带着他瞎绕 松林以内都去了 来回喘 火把针 俺头大喊 追不上 实在着急追不上 追不上怎么办 快点啊 一会死了 不行你慢点 我实在我都喘了 知道吗 喘我也没带着氧气 喘了我追不上 你慢一点 慢点死了可别碍我啊 我就告诉他 我甭说慢点 我说你不给 死了死了活该 行不行 那怎么办 我也想救他呀 救到我腿脚不行 跟不上你 哎呀 你这急死谁吗 你这 哎呀 这么办 我替你做主了 你把药给我 给我药 你甭管了 你甭管了 你你在后边赶紧走 我那什么 我走得快 我先去 救他一命了 还有多远呢 还有八百多里路 还八百多里路 各位您走不走 都在开封府 哪来的八百多里路 八百多里路 四百多公里 那都到哪 早就出了河南了 这还是张学心眼 也没学习的计量单位 八百多里路 他还不知多少 哦 还这么远呢 我说好吧 把药给你了 斗囊之中 拿出药盒里 打开盒等一看 没有 还让他就啥 就剩一粒药 这是规矩 行侠仗义的人 尤其使这个毒药标的人 他这个解药 最少要有一粒 方身给自己用 万一自己 让人家的毒药标打了 虽然说不是同一种毒药 但是多少 能起到解毒的作用 你都给的人了 你手里都是空空如也 你没有 你挨了标了 你怎么办 没法自救 所以说剩一粒了 就不给人了 这是灰色 甭说这个 保镖 过去那个 那个那个黑社会 拿枪那个也有规矩 剩一粒子弹就不打了 留着自杀用 万一你把我逼到了 不能把火口让你抓到 自杀用 剩一粒子弹就不打了 剩一粒药坚决不能给人 他一看他可犯了 药盒里就一粒药 老四 只有一粒药 一粒药你得给我呀 那老三的都那样的 你不给我行吗 不行了 那师父说过呀 剩一粒药不能给人 不给人 那你留着吧 老三可死了 哎呀 你这不让我左右为难 这么办 我给你一半行不行 他有把握 一半也能管用 他自己配的药 药丸子大 白一半 行 你给我一半 明天你再配点药 再做点药丸子 你再做点 那你那盒给我 我掰一半 我说你琢磨 他掰一半 我说接不来背过 他掰一半 整个都装兜里 装兜里 一琢磨也不行 空盒的没感觉吗 你一上本就一扣子下去 让盒里 给给给拿这 你换一换一换 里面还有啊 你听听 还让大傻子硬 有有有 有有 那我先走了啊 你快点啊 哎 你先走吧 等会儿我啊 等你啊 药到手了 你活该爱来回来吧 拿着这药 施展夜星术 出本开谱谱呀 到那之后啊 救人咱就跟我说了 再说韩刚这边 你一晃 真有晃一道 确实有 回来 一见老五 我也一看他 有吗 二哥回来了 回来了 是徐庆受伤了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呢 哎呀他太快了 我太慢 我跟不上去 跟上那药呢 要给他了 不是不让你给人吗 看见病人事须庆 你再给药 不是嘱咐好你的吗 那都非得药怎么办呢 你说我打个一看 那盒就一粒 就一粒你也敢给人 给他一半啊 那一半呢 在车里 你一见 老五连打开都甭打开 你自己打开看 打开看 那又什么呢 那一半药不得 扣着 扣着外边 我这一张纸 就是刚才 拿药的时候 搁了一套 那张纸拿开 这韩章还看不清楚 这字啊 看一个想一个 老五给接过来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这么几个字 谁写的 卢方卢的也写的 卢方的笔迹 老五认得出来 上写这么几个字 二帝韩章 见信如面 见着信就等于见着我了 开封府的包的人 那是一个青湾 对我们很不错 现在啊 由你作为内英 开封府 马上就赶到文昌德 捉拿白语堂归案 你是内英 谨记 谭章不知道哪的事儿 他本来就缺心眼儿了 老五看完乐 二哥 你自己看 慢慢看啊 不着急 对着灯链的迷惑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装啥充愣 你全国第一 别来这套啊 装啥充愣 你怎不少证 别跟我这么这套 离个儿愣 你跟他们设计好了一套 你作为内英 他们作为外联 上这儿来了 抓我来了对吗 这上写得很清楚 还要狡辩不成 也许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也许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我可不知道 为什么老四回来这么晚 为什么大哥劝完我 他又走了 博文准上开封府了 你们都商量好了 刚才你出去 不让你给药 不让你给药 你可给他们了 你们都商量好了 你是内英 他们外联 要抓我 是不是 不是啊 老五 我是那人吗 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 我能办出这种事 多的给我这条 我都不知道 我看完这条 得多半天 你不是不知道 我都没看这个条啊 你没看 这是不是大哥的笔迹 起码大哥有这意思吧 起码老四有这意思吧 啊 好 你们就这样 那不有绳子 你把我捆上 你也算立一个功 你也能挣一笔败快 多好的事 两全其美 韩章老实人哪 各位 听不到这个话 本来他就受着委屈呢 那边说拿半粒药 结果全骗走了 又给搁这么一个破纸条 这个回来老五还不饶他 他心里头也委屈 老五 我这个心眼跟你们斗 我确实斗不过你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但是与你斗 我实在没有这个因的 我实话告诉你 这条是怎么回事 我不让 我再跟你说句实话 我不是开封府的人 我也没有给他们当内应 我也不想给他们当内应 老五 既然这样的话 干脆 咱们哥五个把兄弟 从此时此刻开始 恩断义绝 咱就此打住 以后江湖上 无意改为四义 我韩章 南西北六 一十三省 我纵横天下 我自己渡床 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交朋友换来的相场 我这么老实 这么厚道的人 你们是专检老实人欺负 我老实到什么程度 走到马路上 都怕那树叶掉来砸着我 欺负的我喘不出气来 那边说我是内应 你这不让我给你捆上 送往开封府 我是那人吗 老五 实话跟你说 我平常不爱说话 少言寡语 没跟你说过 这么些掏心窝子的话 老五 我不是他们内应 但是你肯定不信 你不信 我也不管 我不是他们内应 但是老五对不起 我也不跟着你闹东京 咱们哥是一个道词 他年相见 也是后会有计 说完这句话 二哥韩章纵身行上方 好了 走了 在这部书 这个小回目就叫 弃走韩章 走 不是为了把他支开 弃走他有用 将来回来之前 他要办很多的事情 要挨着回来 这是后话 咱先不提 他走了 这边拿完药回来 那个好办 药都拿来更好说谱去了 大哥看见老四 老四 药呢 大哥这儿呢 那咱到那儿 手到擒来啊 这怎么说老二 我告诉你 连老五都没干包 怎么着 到那儿 说给就给完了 这里是说大话 说给就给我了 这不要这儿吗 赶紧 一碗料掰两瓣 给他吃一瓣 那一瓣敷在伤口之上 给他捋 我到时候 现在的终点 不到十分钟 看着个招呼啊 不是徐庆受伤 招呼受的伤 一口黑痰 吐出来 哎呀 活了 说俩字也代表活了 哎呀 我呀 都在说 你说我呀 代表他活着了 活着说出话了 哎呀 这就算行了 慢慢调养吧 调养 团起来 把韩章气走了 这边就活了 赵虎 那徐庆那儿伤不算什么 提骚扰后 大爱就要再寻想 不算什么 这边有三位 大爱卢方 二位韩章气走了 三位徐庆四位蒋平 都在开封府 关键的人没找着啊 白玉堂没找着啊 那怎么办 老办法 照方抓药 接着找去 王朝马汉 张忠少虎 董平 薛霸 李贵 楼清 大爱卢方 三叶徐庆 四叶蒋平 这十一个人 分拨分组 马路上 接着去找 找白玉堂 肯定不在文昌和路了 老郭多少人知道了 还能上那住吗 白玉堂不是傻瓜 走了 换地儿 换地儿 换哪儿去不知道 找 照虎 都记得 伤刚好 越是没什么学问的人呢 越觉得自己能力很大 再次微服四方 变成要饭的那模样 在马路上碰见一个老头 坐那儿提哭 我也那儿哭 一问是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县芽里面的芽役 最近呢 这儿来了一个人 一打听此人呢 姓鲍 名叫鲍勉 乃是开封府鲍成相的侄子 搜瓜底皮 抢男把女 七行八事 找我们要 要那什么保护费 说现在话就保护费 这是县官啊 要二百两 一般的牙医也要五十两 我没有这么新的钱 所以我在这儿哭 我想折啊 想个地方 我去告一状 不知道上哪儿去告这个状 照虎一听 都说这个包老相爷 青似水明如镜 哦 感情这么回事 你不贪污 让你侄子贪污一下 这哪行啊 哎呀 照虎也是有点瞎走积凉 好吧 到这儿 不要难过 不是包相爷 啊 我有办法 你要饭子有什么办法 说您不管我 你要饭 我要饭子 我内秀 那这儿 我有办法 您不想告状 您不敢告状 你一告状 包老相爷什么人物 官官相护啊 您告包相爷 哪告不下来 我给您出 您拦叫喊怨 拦谁的叫 就拦包的人的叫 你在包的人跟前 同着大伙 你就告包棉 告他侄子 当着老百姓 都说包青天 青似水明如镜 两个秀清风 看看这事他怎么办 你就上他那儿告去 不行了 我不知道他那叫的什么样 我告诉你 你这要办的 怎么都懂啊 八开大叫 齐善赵善龙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跟他说了一句 他刚知这名 他知的是什么样 就记住一八抬大叫 八抬抬点 人数他输得过来 好吧 去玉街那儿 每天下朝 包公得打这走 你就拦叫喊冤 把你这事告诉他就行了 好 照顾教请露脸 你看看 都说包公青似水明如镜 你把他直接带开 更俯行不就完了 不行 他怕自己露馅 你出了缺德主意 就不让人讨厌 怕自己露馅 让他去拦叫喊冤 老头真去 玉街之上 看见远冤过了一城 八抬大郊 紧跑几步过去 啵一声跪倒身形 其顶丞相 冤吧 教练里边坐 这位一听冤了 你冤从何来 我要状告 开封府的包大人之职 包勉 告包勉 这坐教这个 告诉几位 我说 你什么 咱赶紧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处理这个事情 下朝的时候 太过家 收征案表 他告的是谁 告包勉 蓝教喊冤 这教子 蓝错 蓝的是 太师旁吉的教 昨天吃屎那位 昨天没蓝 你后悔 行 昨天吃屎那位 他正跟老包不对 拦的是太师 旁吉的教 喝这行啊 原来包共青四水明如镜是个简框 他侄子 这叫宗子行也算宗子行兄啊 侄子呢 能干出这种事来 详细神的把老者带回来 带回来之后 先给他 你不能说关押吧 先给他搁一避 找这个人 找这个包勉 那好找啊 他这个树大招风 好找 派人出去 就把这人捉搭归干 捉回来之后 这个老太师修本 又修本啊 接着告老包 说你的侄子怎么怎么贪当忘罚 利用你这个名号 他是这个 什么高万子弟 利用你这个名号 欺男罢女 欺行罢氏 怎么怎么这么一段 老头跟他说那套 完全写这上 让爸爸金殿的万岁皇爷来审这事 万岁皇爷一听 又是老旁害老包的事啊 这不能让包的人审啊 有他在这里头 回避原则吗 过去就有啊 交给大理寺政卿 文艳博 大宋朝文艳博 那也是一个清官 交给他来审这个案子 都把这个人呢 就是这包免呢 抓了一句后 搁在这个监狱里边忍着 还没审呢 先搁呢 没过多长时间 来了一人给他探监 谁啊 开封府派来的 叫什么呀 我叫包兴 包兴来给他探监 按规定来说 不许进 串供本来 不让进 说了万千客戚话 给了不少的银两 让这包兴进 进去之后 我不跟他多说话 三言两语 三五分钟 出来 好 进去 进去之后 跟他说了一会儿话 出来等 你记住啊 这点很有用 出来 出来之后 这个文艳博 得审这个案子 太师不放心 在文艳博旁边 安插了一个自己的亲戚 他的姑爷 姓孙教孙荣 孙荣的儿子 就是昨天给他送 圣城港那位 姓孙教孙荣 安排在文艳博的旁边 就是替着这个丞相 替老太师 来看着这个案子 那文艳博也是清乱 一审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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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那都那都 一拍这小木头 那就哆嗦了 全撂 把这事都撂了 而且包兴来给我探个监 把这个事也说出来 正然审这案子呢 来了一个人 来了一个人呢 给旁边这位孙荣 递了一封信 这公堂之上 正审这案子呢 就往里头递信 那还了解 文艳博看见了 把那信拿过来 他主审 他说了算 拿过来一看 谁来的信呢 庞太师来的信 给他姑爷写 上面写着列举的 这些个 就是这个包免 这些个罪状 最后一句 一定要严惩此案 怯怯怯怯怯 我们问这里边有他的事 他恨把包兴人害死 为了露他的脸 严惩此案 文艳博把这没收 送这信的人是谁 此人姓庞 名叫庞福 那是庞太师府的管理 念在你是太师府中之人 不要什么言行考打 乱棍打出 那也不行 这在公堂之上就递信受得了 不行乱问 打出 打之后 这一透露这个消息 跟包兴藏经有过三五分钟的话 把包兴宣令 到了开封府把包兴递来 包兴一来啊 回避原则 得把这个包免呢 给他先关起来压得一跑 包兴 你为什么要跟包免串步 包兴吓啥了 不知道哪儿的事 大人没有这事 我每天不离相爷左右 包兴 他多的来的东京变良城 都大胆的包兴 事到如今还不说实话 串供就是串供 一五一失 实事求是给我说出来 免得皮肉受补 文大人 我确实冤枉啊 没有这么一段 来人 帐兴二十 哪个的乒乓五四 照屁过来二十大胆 高兴哪一个这 没哪一个这 冤枉啊 冤枉 冤枉也没用 打完再说 正打着呢 门口又来了一个公文 哪来的公文 开封府来的公文 这例行公事 走程序 这没办法 公文打开 文件脖子 我一看 文件脖子 什么内容啊 包的人来的信 说他有三个侄子 三个侄子 现在到了东京变良城 来给包的人贺授来 过些日子是包的人生日 给他贺授来 现在这三个侄子 其中可就包括这个高兴 这仨人已经在了 这个开封府里边 文艳博合等人才 一看这个知道 这个包免是假的 真的包免在开封府 那仨侄子的包免侄子 还不认识 一看这 这是公文开封府来的 把这仨侄子宣到我这来 大理寺的 来了之后 王仁侄子一站 一看这个包免 你叫包免 我叫包免 长得太漂亮 一表人才 要哪有哪 东京大眼的鼓章小嘴 腰炸被扇面腰 漂亮之气 好看 美男子 跟那个两码事 把那个带出来 让这仨人认一认 他说他也是包免 你也是包免 你们三位看了 认识他不认识 这仨人凑二目定 经关桥认识 谁呀 他们府里边这么一个手艺人 手艺人就干点杂活什么都管 有时候叫这花啊 喂喂鱼月就干这个的 姓胡 叫胡吉祥 因为小偷小摸 有这么点事 给他轰走了 而且书中暗表 他长这个母艳啊 跟这个包免有一点像 但是气质呢 没法比 有一点像 大人 这乃是我们府里边一个用人 叫胡吉祥 因为偷东西 让我们给轰走了 文大人一听 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有这么回事 写了一个奏章 地道万岁 王爷家前 万岁皇爷知道了 假包免 那就可以给开封府审这个事了 交给了包的人 把这个案子 交给包的人之后 包的人可得意了 他可不扰人 了解了情况 王马张照 有 请欲行 狗头杂 哗笼哗笼 抬来之后 给这个假包棉搁的炸的颅锡卷 咔嚓一下子 炸两半 那可不 你甭管你真包棉假包棉 首先第一个罪过 向南霸凌 七行霸市 收保护费 再有一个 你打着我老包子的外 这怎么回事 这可不行 炸 还有一个呢 冒充包兴的也有一个 包兴还打多冤呢 他不 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那个包兴给他探监 那是假的 不是开封府的包兴 那是庞泰师派去的人 就为了陷害这包子的人 你说这庞泰师多缺的 找吧 简单解说 我巧合成书 出门就碰见 那可我找三天也是他 还不如出门就碰见 喝醉 脸上差点就碰走 长得模式跟包兴也有一点像 包兴一看这人 拿瞧着打过去就打了 自己挨了二十碗子了 就因为他 一看项爷一看他也生气 卷起 给我扎了 给我扎了 按说这最会儿不至于啊 各位 但是严重 也给了这个庞泰师一个下马呗 政府政府政府您 你拿你的人跑这陷害我来吧 嘿 这就是他的下场 将来也是你的下场 别扎了 又扎了两个高人民 皇上心里也烦呐 这庞泰师 庞泰师是他老丈人 这我老丈人是什么人情 你说这啥 怎么能干这事 庞家跟包子没完没了了 这是 你告诉他 他告诉你的 来回住 怎么回事 甭管那事 皇上也心烦呐 皇上命包的人 找那个提石杀民的人 还没找着呢 问包的人 那人找着没有 没有 没有万岁 但是我呀 打听好了 他们哥五个 哥五个他行五姓 白酒白玉汤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您请哪个 他就说你跟我斗闷呢 牛份有的事 你问我听我的 原来这套 给我挨着这说 好坏消息一块说 哥五个呀 大爷姓龙叫龙芳 三爷姓寻找徐庆 四爷呀 叫蒋平 现在都在开工夫呢 哥五个找着仨了 这是个好消息 坏消息 二爷韩章 还有您 主要找那五爷白玉汤 他没找着 您别着急 有这三步头那俩 一定在短期之内 把那两个人 我给您 敬到价钱 行不行 这人不是坏人 包括白玉汤 不是坏人 万岁也没觉得 他是坏人 而且他无形中 围线两个人的人员 一个是四十八处 都从管班班陈林 他救过陈林的命 一个就是包老相爷 给那个条 可笑真可笑 误杀反误告 胡闹真 胡闹老旁 害老孢 这也算救过相爷 起码不是救过他命吧 你要没这条 也许也就把这个包成相 拔了几年的俸禄 无形当中 围线这么两个重要的人物 白玉汤即便 他提了诗了 杀了命了 夜调喝尝洗了 杀的是坏人 为民出害 他不是坏 他是好人呐 皇上一听 好吧 五个找着仨了 不错 把那个仨呀 带到八毛家店来 真 看一看 问了他们前因后果 闹中竞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准备咱了解 好吧 包的人 这也算领旨啊 领旨谢根之后 出离了八毛金殿 回来以后 因为开封府呢 都等着呢 王朝马汉 张龙赵虎 董平 薛霸 李贵 楼清 带卢方 三叶 徐庆 四叶 蒋平 十一个人都等着包老相爷回来 包相爷回来之后 三叶一世子 啊 包的人 卢方 徐庆 蒋平 明天 我要带你们 到了金殿 这才引出来一段金殿后花园献议 封 这才引出来一段金殿后花园献议 �천 白 三叶 比 六叶 隐 六叶 效 六叶 藿 相 这 是 四叶 零 atic 11 翰 mogelijk 運 否